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接移民捧场,我是李博 最近从逻辑思维中听到曼梅刚老师第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不了解中国和美国的教育 也会惊讶于中国和美国教育的不同 但如果你了解中国和美国的教育制度 也会惊讶于中国和美国教育的相同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虽然看起来中国和美国的教育如此的不同 中国是英式教育,美国是素质教育 但实际上,中国和美国的教育 都是为了选拔精英而设计的选拔教育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从大众中选拔人才 选拔精英的一种选拔教育 就像空气是由两个部分组成 包括氧气和氦气和氮气一样 教育也是由两个部分组成 它包括培训或培育和选拔这两个部分 这两个部分,就像空气这两个部分 在各个国家的比例是不同的 有的地方氧气高一点 有的地方氮气高一点 而教育这个东西在各国家也是不同的 有的地方培育的比例高一些 有的地方选拔的比例高一些 中国和美国的教育制度之所以如此类似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培训的比例和选拔的比例比较的类似 都是培训的比例比较低 而选拔的比例相对来说比较的高 中国是通过学生参加考试 分数定高低 通过一层一层的考试 把学生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一层一层的选拔出来 只有一个标准 分数就是标准 而美国的标准比较的复杂 它设定到一套比较复杂的标准 基本上它的标准是钱 你取决于你在入读下一阶段之前 你的家庭背景能帮你投多少钱 来决定了你能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 比如说美国的很多体育活动 大学它都会看你参加过什么体育活动啊 花样滑冰啊 或者网球啊 或者高尔夫球啊 这些项目都是非常花钱的 一般的家庭是没有办法支撑出一个高水平的体育选手的 而他们的其他的包括看重的是考试成绩 他们也会考量 家庭背景 他们也会考量 学生参加的社会活动的这个 这个 quality的这个 质量的多质量的多少 他们也会考量 但是总而言之 他们的标准是一个钱的标准 如果你有钱 你又愿意和他们死磕 就比较符合 比较容易符合他们的标准 澳大利亚的教育制度就比较的不同 澳大利亚的教育 它的培训的比例 在家的培训或培育的比例 占着比较的多 而选拔的比例占着比较少 如果你了解澳大利亚社会 你就会发现 澳大利亚社会不大看重学生的学历 他们比较看重学生实际的工作能力 和学生在工作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对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并不看重 不管你是西迪大学 马尔文大学毕业的八大名校毕业的也好 还是这边的私立大学 Kaplan或者是Fedual Union 或者是其他的不知名的大学 邦泽学院 其他不知名的大学毕业的也好 雇主对于他们的文凭是一视同仁的 只要你能拿到一个文凭 比如说大学毕业的文凭 在申请工作的上面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澳大利亚学校 它和美国中国学校的不同 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的教育理念是不同的 美国和中国学校的教育理念是 我设定一条标准 你们学生要满足我这个标准 对中国来说 就是通过不断地做习题 不断地培训 不断地训练 来提高自己的分数 来达到下一阶段的录取标准 而美国是通过 我设定一条标准 你要满足 不断地参加体育活动 不断地参加社会时间 不断地学习 来证明你自己足够的好 来达到我们的入学标准 而澳大利亚的学校 包括澳大利亚的八大名校 他们都是宽禁年初的 他们的标准定的比较低 而且他们的入学的方法 是比较多样化的 一般来说 中国的学生有以下五种方法 可以进入澳大利亚学校 包括第一种 中国参加中国高考 现在澳大利亚学校 已经越来越接受 中国的高考成绩了 除了墨尔本大学以外 其他的八大名校 都接受中国的高考成绩 八大名校 也就是中澳大利亚的 研究型院校 他们投入研究的比例 是比较高的 所以叫做研究型院校 八大名校包括 西里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 国立大学 墨尔本大学 莫拉什大学 阿德雷德大学 昆士兰大学 和西奥大学 一共八所大学 他们八大名校 除了墨尔本大学 刚才我说的 都接受高考成绩 接受高考成绩的方法 略有不同 有的大学是接受 文理分数线的最高线 有的大学是接受 文理分数线的最低线 有的大学是接受 高考成绩的百分比 一般来说是70%到80% 要求最苛刻的是 新南威尔士大学 他要求中国高考分数线 达到80%才行 好吧 如果你达不到这个 没有参加高考 或者高考成绩不理想 或者达不到要求的话 你可以选择第二条 入学途径 就是澳大利亚大学的 快捷课程 如果你高考成绩不理想的话 他们还有相应的 快捷课程可以提供 一般都是和大学 有协作关系的 这些学院提供的 一般他们叫做college 比如说阿德里的大学 他们的快捷课程 就是由布拉德福德学院 布拉德福德 college 提供的 他们快捷课程 相当于大学的大一课程 你入学以后 就可以完成了快捷课程 可以相当的来说 豁免大学的大一课程 直接进入大二 所以也是很多学生 考虑的一个方式 对于高考成绩不是很理想 读快捷课程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快捷课程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选择面是比较窄的 它一般来说 只有文科 商科 计算机和工程科 这四个科选择 但如果你要选择医学 或者选择教育 这些需要读超过四年 或者三年以上的课程的话 那么你就 一般来说 没有快捷课程可以提供 你就要选择我们下面说的 叫做foundation课程 也就是预科课程 接受中国的高二学生 和高三学生都可以接受 你进入了foundation以后 他们只看高中的成绩 进入了 如果你高二学生 你高中的成绩 它基本上有75%的话 那么他们foundation 就是预科课程 就可以接受你入读 入读以后 你毕业成绩 毕业达到他们成绩的70%的话 你就可以进入相应的大学学习 这边的foundation课程的理论深度 就是说academically speaking 他们的理论深度 是不是很深 跟中国的同等类型比较 如果你中国的数学 你可以混得过去的话 那么这边的数学 你绝对不会有问题 如果你英文可以过关 那么进入foundation以后 你进入大学的 进入相应的大学的概率是相当高的 然后下面一种就是 直接通过中国的高三成绩 来申请这边的大学 有些大学 比如说邦德大学和 那个沃伦岗大学 他们是接受中国的高三成绩的 虽然他们现在对高三成绩 check的也比较严格 不像原来有的中介 他们会改学生的成绩 现在他们也知道了 所以他们会比较的check的 比较的严格 但是一般来说 你的高三成绩如果还不错 能达到这个70%到75%之间的话 你可以考虑用高三成绩 直接入读高大利亚的大学 邦德大学 沃伦岗大学 他们都可以接受 然后下面一种就是TAFE进入大学 澳大利亚大学 他们也和当地的职业教育 培训机构有一种衔接 他们叫做TAFE TAFE提供的都是一些 比较注重技能的 比较注重实践的这种职业教育 但是读完TAFE以后 有的课程在大学里面 它是可以获得一年免课的 比如说你读diploma of accounting 你如果读完这个会计的文凭课程 进入大学 也可以直接进入相应的大学读大二 这也是可以的 而且TAFE衔接大学 有一点非常有优利的地方 就是他的TAFE的学费 比大学要便宜很多 那你一年的TAFE完成了这个diploma 相应的免了大学的一年的课程 等于说你就省了将近一两万澳币的学费 所以说从这个学费的角度上考虑 我觉得这个TAFE前接大学 也是一条可以选择的课程 我们有的客户就是通过 学TAFE SA的diploma of accounting 然后去读这个大学 比如说阿德里德大学 或者南澳大学的bachelor of accounting 然后毕业以后找工作的 这也是一条可以完成大学的途径 我们这节移民在留学移民行业 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我们有很多申请学校的经验 所以如果你想申请澳大利亚的学校 欢迎和我们联系 如果你有其他关于移民的问题 也欢迎和我们联系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